男人用相机捕捉着绝美的风景 一个中年女人却闯入了尽头 她扭着身体自拍却差点跌入大海 随着男人的忍俊不禁 一场禁忌的姐弟恋就此拉开序幕 智秀是个热爱生活的家庭主妇 每天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除了勤劳她更是心灵手巧 总能将一些寻常的东西 改造成充满创意的艺术品 然而结婚十多年来 丈夫不仅不懂得欣赏 还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 智秀的妹妹实在看不下去了 送给姐夫一张温泉旅游的门票 让他们好好去放松一下 可男人却没头紧锁 因为她刚刚答应另一个女人 这几天都会过去陪她 事情是她喜欢上的年轻女孩 恨不得每天和她腻在一起 可她想不到理由推脱 也只好黑着个脸带着妻子出发 哪怕这样微不足道的举动 都会让智秀开心不已 于是趁着丈夫上午参加研讨会时 她便独自开着车来到海边 迎着海风炫耀着自己的幸福 可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一名叫道贤的年轻男人 正用相机和她一起分享着喜悦 海边急事上他们再次相遇 而她东西掉落手舞足蹈的样子 也又一次进入道贤的镜头 这是一位卖鱼大妈被丈夫追打 她跑到智秀的身边求助 情绩之下智秀用铜盆砸了对方 眼看对方恼羞成怒就要动手 幸好道贤挺身而出 才让智秀得以全身而退 研讨会结束智秀去接丈夫时 和她谈起刚刚难忘的经历 可在明只觉得很过躁 因为她发了好几条短信给士静 却一直没收到她的回复 而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士静居然也开车跟到了这里 温泉里智秀还一直在喋喋不休 讲述集市上遇到的危险 而在明的心显然早已经飞走 这是一位泳装美女从身前经过 在明的脸色瞬间紧张起来 智秀看着对方年轻性胆的身体 心里多少有点自卑 原来这个女人正是士静 她微笑着向志秀点头问好 这让在明如坐针毡 看见士静从泳池里出去 她赶紧借口去洗手间追上去 向士静解释自己迫不得已 是静的生气让她无可奈何 而毫不知情的志秀 则略显孤独地坐在温泉里 安静地等待着她的丈夫回来 之后在明更加心不在焉 终于还是忍不住去找士静 志秀洗澡出来发现丈夫不见了 于是打电话给她 在明谎称有位李教授生病了 自己现在正在医院照顾 苦等了几小时后 志秀也决定开车去往医院 可路上突然有人拦在她的车前 半夜被拦下志秀心里很害怕 她谨慎地让对方出示证件 道贤将身份证贴在车窗上时 他们这才认出了彼此 上车后道贤看见那树野花 觉得志秀是个懂得欣赏 生活中点滴美好的人 而这正是道贤一直喜欢的类型 赶到医院后志秀一番询问 却根本未接待过信里的教授住院 她满心疑惑地回到酒店 却在电梯门口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志秀瞬间脑子一片空白 而在电梯门快要关上之际 志秀却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脸 志秀虽然还是满脸的疑惑 可她更相信自己的丈夫 只是埋怨她为何撒谎在医院 害自己刚刚白跑了一趟 然而在民的声音却大了起来 志秀一时间有点委屈 难道她忘了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吗 志秀的眼角溢出了晶莹的泪水 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可那种无声的言语让人不禁心疼 另一边道险洗完澡准备休息时 她无意碰到眉毛上的窗口贴 那是志秀刚才帮她贴上的 那就带着那个女人治愈的微笑 躺下做一个美美的梦吧 可第二天刚回到公司 她就在停车场被一个女人吓一跳 试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冒失 反而指责道贤小题大做 这样的态度让她很是反感 所以接下来她们的合作洽谈 道贤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她 可女人就是这样奇怪 道贤的拒绝反而激起她的兴趣 志秀的心灵手巧 很快便引起电视台的注意 而负责拍摄采访的导演正是道贤 终于有机会深入了解志秀 她的每一个创意道贤都很喜欢 她的每一次微笑道贤都为之着迷 就在这时志秀接到一个电话 朋友在餐厅见到她丈夫了 好像还和一个女人暧昧牵手 这让志秀一下慌了身 道贤看出了她的魂不守舍 马上终止了接下来的拍摄安排 虽然她很想上去安慰 但终究还是没有理由开口 回到公司后她看了一眼手机 发现自己好像拿错了 到家后忍不住翻看志秀的照片 她竟露出花痴一般的微笑 而此时的志秀却在寻找着证据 她不停试着丈夫的手机密码 终于打开了手机 看到了那些亲密的合照 她这才确认了丈夫部中的事实 可一时她又不知该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道贤便过来拿手机 志秀强打起精神到处寻找 可当她找到手机交给道贤时 却突然昏倒在地 于是道贤立刻背起志秀 马不停蹄地将她送往医院 医生说她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道贤疑惑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如此热爱生活的志秀一蹶不振 不一会志秀醒来后 道贤问要不要通知她的丈夫 志秀却轻轻摇了摇头 可眼角不受控制的泪水 却在诉说她此刻心里的痛苦 她向道贤表示了感谢 也希望她回去不要耽误了工作 然而她这个样子道贤又怎么放心 她转过身又看了看志秀 想起出来的很匆忙没有戴鞋子 于是她来到了商场 帮她挑选了一双舒服的鞋 可她开着车返回医院的时候 却看见志秀失魂落魄地出来了 坐在公交站台泪流满面 这一幕让道贤莫名觉得心疼 于是她轻轻来到志秀面前 温柔地帮她穿上鞋子 志秀的迷茫无助让她无比心疼 道贤翻看不久前拍的照片 是什么让这个积极乐观的女人 突然变得如此的悲伤 是竟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打扮了花枝交展来找道贤 可道贤却并未看到她的诚意 除了妆容化得更漂亮 裙子穿得更短了 项目的方案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善 第一次有男人不拿自己当回事 这让侍静的心里很不适自问 于是她跑来在明的身边寻求安慰 在明立刻提前下了班 开车载着试镜准备出去吃饭 可在等待红灯时候 却被刚好路过的志秀看见 可恶的男人只是看了妻子一眼 便若无其事地开车离去 留下志秀无力地贪坐在马路中间 可怜又无助 志秀一直等到了半夜 男人才开着车回到了家 回到屋内在明不在撒谎解释 她明确地向志秀提出离婚 男人要结束这段没感情的婚姻 志秀瞬间泪流满面 她没想到丈夫会如此绝情 可十几年的朝夕相处 她又怎么能轻易地放弃 于是她找到试镜上班的地方 想恳求对方退出 可试镜却看上去没有一丝愧疚 并表示自己现在很忙 有事的话要打明天上的电话逾越 志秀没想到对方这样嚣张 试镜剪明天时看到志秀手在颤抖 知道这个女人不是自己的对手 于是傲慢地留下一句 有本事回去管好自己的男人 便扬长而去 试镜端着咖啡向着窗外看去 却看见志秀还等在她公司楼下 于是打电话给在明 志秀越想越觉得可悲 不知道自己在等待着什么 就在这时在明出现将她拉走 还愤怒地斥责她让自己很丢脸 回去后更是当着女儿的面 大声嚷嚷着和志秀立刻离婚 年幼的孩子难过极了 志秀紧紧地搂住女儿 刚下定离婚的决心瞬间土工瓦解 另一边春风得意的事情 心里却一直想着拒绝她的道歉 她难得地放低自己的姿态 为之前的态度向道歉致歉 并诚恳地邀请她去看音乐会 志秀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 准备离开家冷静一番 坐上了公交车翻钱包时 却翻出道歉送给她的音乐会门条 于是鬼使神差的 他们在音乐会剧场再次相遇 道歉直接丢下了志秀 坐到志秀的身边 可她却看到志秀满是泪痕的脸 自己这副模样被人看到 志秀尴尬地想要逃离 可道歉却毫不犹豫跟了出去 莫名其妙被道歉扔在一边 这让志秀非常生气 道歉说人难免会有心情不好 这时更需要朋友的陪伴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酒吧 志秀喝了一杯又一杯 然后趴在道歉怀里大声哭了出来 志秀有点喝醉了迷迷糊糊中问她 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 道歉说不想看到她这样难过 那个让她这样辛苦的男人 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志秀怎么会感觉不到她的心意 和两人的年龄相差了十几岁 她根本不敢往那个方向想 第二天酒醒后她又去见了志秀 可恶的女人依然理直气壮 在明的心在你那里了 她不认为是自己抢走了在明 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志秀的话如同一把刀子 深深地扎进了志秀的心口 可她还是卑微地向志秀恳求 就在这时试镜的手机响起 她嚣张地拿给志秀看 你的丈夫好像一刻都离不开自己 志秀的心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 瞬间崩溃成了无数碎片 晚上听说她又去见了试镜 在明瞬间火猫三丈 大骂她一顿后转身又离开了家 志秀收拾着被打翻的餐具 被玻璃割破的手很痛 可这又如何比得上她的心痛 在明出来后静止去找试镜 告诉她自己很快就和妻子离婚 可试镜却并不想她这样做 因为此时这个女人 已然被总拒绝她的道闪深深吸引 另一边志秀在鞋柜里 无意看见道闪送她的那双鞋 瞬间想起那个柔情似水的男人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 正是道闪打来的 上次在她家拍摄的视频播出了 她想请志秀吃饭表示感谢 可她却不敢看向道闪 总觉得她的目光太过于炽热 道闪表示再怎么辛苦也要吃饭 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道闪的话让志秀有点生气 希望她以后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随后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钱 这是之前她帮自己付的医药费 这让道闪有点难过 但她还是不想让志秀有心理负担 道闪真挚的情感流露 吓得志秀赶紧躲进了出租车 第二天志秀又来找道闪 却看见她独自站在窗边发呆 于是开玩笑她像个失恋的男孩 道闪的拒绝刺痛了志秀的心 她又想去在明的身边寻求安慰 听说她妻子回了娘家 便禁止开车来到她的家里 逗留了一会后 在明准备带她离开 可此时士静脑子里都是道行 居然抱着在明就砍了上去 随后更是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 事后士静刚穿上鞋 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迎面碰上了刚到家的志秀 看着床上大战过后的凌乱 还有另一个女人的头发 志秀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 她歇斯底里的质问丈夫 怎么可以在我的家里我的床上 而且是女儿即将放学的时候 和那个女人做这样的事 她现在一秒也不想见到这个男人 于是开车迅速逃离了这个家 另一边视镜第一次表现出懊悔 见到姐姐后更是痛哭流涕 你为什么这么做 志秀一个人来到酒吧喝酒 伤心难过的时候总会想到道歉 那个对她温柔如水的年轻人 道歉接到电话赶到酒吧时 志秀已经喝醉了趴倒在桌上 他的难过让道歉非常心痛 而当道歉要送她回家时 志秀却阻止了她 或许是为了报复在明 又或许真的需要道歉的温柔 来缓解心中撕裂般的痛 于是志秀贪婪地躲在道歉的怀里 任凭她捧起自己的脸 稳干内纸也止不住的泪痕 道歉以为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 没想到醒来后志秀却消失了 只留给了她一张字条 事已至此志秀非常的清楚 她与丈夫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 于是准备好离婚协议 毫不犹豫地与在明离了婚 之后又去房产中间 便卖掉现在所住的房子 然而道歉很快就找了过来 志秀没告诉她自己已经离婚 反而接下来说的话 如一把刀子狠狠扎进了道歉心里 志秀的拒绝让道歉心如死灰 她向公司申请了出国工作 出发前她去好友家做客 而事件也刚好过来 得知道歉后天就出发去往美国 并且要在那里待上好几年 士静一下子慌了 道歉点了点头 还是转身离开 士静的心瞬间碎了一地 回到家后她发现在明带着行李 说要搬来与她一起住 这下士静彻底慌了 在明还以为她是因为内疚 可士静却突然对她说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让她离婚 所以不能为这个结果负责 她的话让在明彻底抓狂 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宁愿舍弃一切 也要拥有的爱情 不过是士静的一场游戏罢了 她恨死了自己的天真 另一边的道歉在出国前 来到志秀家楼下徘徊了一整夜 她在劝自己放下志秀 也在心里默默与她做着道别 士静也是一直坐立难安 一方面是赶走在明的愧疚 可她更在意的是道歉的离开 于是第二天她也含泪花 匆匆开车去往机场 她觉得自己不能没有道歉 时光如梭转眼已经是两年之后 道歉终于从美国回来 而同她一起的 却是当时追去机场的士静 刘工 欢迎来 女人万万没想到两年之后 静又看到破坏她婚姻的第三者 而且看起来是那样幸福 志秀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 可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士静也紧跟着进了电梯 看见了志秀她也显得很尴尬 但她很快便调整过来 转过头淡定地与志秀打招呼 知秀显然不想和她说话 可士静却突然告诉她 他不知道志秀其实早已离婚 还高调地向她炫耀自己的幸福 可她的幸福就像一柄利剑 又一次刺向志秀尚未愈合的伤口 志秀抱着脑袋头痛欲裂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道贤看见 看到志秀的状态很是不好 于是打电话给士静 取消了晚上一起吃饭的计划 坚持要将志秀送到家门口 道贤的爽约让士静很生气 为什么自己在她面前像个透明人 而另一边的志秀却心情不错 连女儿都怀疑她要去约会 原来道贤非常感谢她 能来自己所在的电视台工作 可得知了道贤已经结婚后 志秀却开始退缩 只是此刻的她并不知道 道贤的妻子其实就是试镜 那个带给了她无尽伤害的女人 接下来志秀认真准备着 道贤担任导演的最后一次节目 其实为了这工作她准备了两年 而道贤的赞扬也让她很欣慰 可是怎么办呢 如果自己坚持留下来 只会再一次给她带来伤害 第一次的美食直播大获成功 同事们正准备去庆祝室 试镜却提着很多好吃的过来了 同事们都夸赞她漂亮贤惠 可道贤却看向志秀所在的方向 而志秀正准备上去打招呼时 试镜却慢慢转过了脸 志秀看清楚后一下子惊呆了 她万万没想到道贤的妻子 竟是当年破坏自己婚姻的坏女人 她一时不知该如何面对她们 赶紧转身躲了起来 志秀只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道贤却惦记着她怎么还没回来 而她到处寻找慌张的样子 也让试镜起了疑心 志秀穿着单独的衣服 在寒风中一直游荡了很久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才返回电视台 可她的心情显然并没有平复 道贤寻找无果后也失望地回来 却惊喜地看见了志秀 志秀没有理会道贤的关心 只是一个人落寞地转身离开 可道贤却追了上去 他理解志秀现在的心情 也知道当初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所以他一定会把握好分寸 志秀不用因为这个躲着自己 当时你可要在男朋友里 当他知道了道贤的妻子 就是当初拆散自己家庭的女人 志秀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常常在半夜里偷偷流着眼泪 那个曾经见他过自己的女人 却一脸幸福地站在道贤身边 妹妹知道他其实爱上了道贤 便劝他去说出一切真相 可志秀却不能这样做 如果他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这样只会给道贤再次带去伤害 因为好几天没有去上班 道贤买了好多东西想去探望 可他答应过志秀保持距离 只好托同事送了过去 同事回来向他汇报志秀的情况 和母亲妹妹还有女儿 挤在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 家里并没有男人的痕迹 可能已经离婚了吧 道贤听后只觉得心里隐隐作痛 另一边试镜的心情也很忐忑 那天道贤寻找同事时紧张的神情 让他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关系 于是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 他邀请道贤同事到家里吃饭 想看看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志秀接到同事的电话本想拒绝 可想到做错事的又不是自己 有什么好害怕的 于是答应一起去赴约 晚上同事们陆陆续续道来 可里面却没有试镜想见的人 就在他感到失望之时 门铃声突然响起 试镜迫不及待跑过去开门 可下一秒见到的人 却让他瞬间失望 直到道贤也过来打招呼 他才意识到那个道贤在乎的女人 就是自己曾经见他过的志秀 接下来的时间试镜很煎熬 他不知道志秀过来有什么目的 更害怕他将过去的事说出来 然而志秀却并没有让他瞒开 席间大家询问道贤结婚的故事 说起和道贤走到一起的过程 试镜没说出自己追他跟去了国外 反而谎称他们在美国一见钟情 可道贤却拆穿了他的谎言 这让众人很是疑惑 难道他们的婚姻有什么秘密 饭后大家一起喝茶吃着水果 志秀却来到房间里参观 看着他们的合照心中无味杂陈 自己该不该说出真相 他的心里正在天人交战 没过多久试镜就找了过来 质问他为什么要进自己房间 这一次志秀没有退缩 出来后志秀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他用复杂的眼神看向道贤 似乎有千言万语对他说 可又不确定自己说出来之后 会不会给无辜的道贤带来伤害 出来使他抬头看向楼上 自己也曾有过这样温暖的家 想着这一切他的眼中蓄满了泪水 仿佛下一秒就要夺况而出 第二天试镜来到电视台 却看见道贤和志秀坐在一起 这让他非常害怕 经过了一晚上的思考后 他决定要和志秀好好谈谈 可志秀却表示自己现在要工作 如果想要见他 就在上次见面的咖啡店等吧 试镜一直等了好几个小时 也不见志秀的身影 突然熟悉的一幕浮现在他脑海 那是志秀上次哀求他的时候 在寒风中苦苦等待的画面 当对破坏自己婚姻的坏女人 说出这样解气的话 志秀的心情却开心不起来 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 又和当时的事情有什么区别 晚上朋友约了道贤喝酒 到了后却发现志秀的前夫也在 在明最近搬到了志秀家附近 并表示只要自己死缠烂的 那个心软的女人 肯定还会和自己复婚的 她的话让道贤只觉得分外刺耳 想起志秀为她流了多少眼泪 道贤一时间怒火中烧 他实在忍不住和在明吵了起来 随后更是扭打在了一起 士秀一直在等着道贤回家 可这时却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 道贤和人打架被抓到了警局 可当他火急火燎地赶到那里 却发现和道贤打架的 居然是自己两年前抛弃的在明 于是他赶紧扭头跑回车内 出来实在民警高道贤 再明知道士秀现在是他妻子 可又没有将真相说出来 出来后道贤禁止上了一辆出租车 士秀也一路跟了过去 看到道贤下车本想去叫他 可他却看到志秀居然也过来了 虽然他很留恋道贤的怀抱 却害怕他说出更猛烈的爱意 于是一把推开了他 可他们看向彼此时眼里的泪花 分明带着无尽的无奈与不舍 不久后道贤回到了家 士秀赶紧跑过去言语试探 得知在明好像并没有告诉他 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第二天电视台需要出差拍外景 志秀害怕控制不住对道贤的感情 便拒绝了这次外出 可出发前同事突然身体抱扬 不得已志秀只好答应同事 这让道贤觉得开心不已 消息很快便传到士秀的耳里 于是士秀赶紧换好衣服 向着他们去的地方追了过去 就在他向路人打听时 却突然看到志秀的身影 而志秀转过头也看到了他 这一场景瞬间让他想起两年前 士秀在前书车里无视自己的画面 于是当道贤叫他时 他也假装没看见静止上了车 士秀追在后面嗓子都快寒哑了 随后更是找遍了所有酒店 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其实志秀和道贤来到一家民宿 你有情我有意的男女单独相处 可他们却保持着克制 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道贤看向志秀的房间露出微笑 即便是这样默默的守护 也足以让他感到心满意足 可道贤不知道自己回房间后 志秀也这样坐在台阶上 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向他的方向 第二天他们来到一处公园 两年前道贤发现了这里 那时候百花盛开一场美丽 当时他就想一定要带志秀过来 可惜现在还是冬天 而拐角处的木牌上刻着一首诗 那才是道贤带他来的真正原因 道贤将自己对志秀的爱意 借助木牌上的诗歌表达出来 志秀又怎么感受不到呢 身为摄影师的道贤 将志秀沉思的样子拍了下来 随后又将相机交给志秀 请他记录自己此刻的开心 晚上道贤回到家后 试镜发了风地质问他 难道自己在车后追寒了那么远 他都没有看到吗 道贤很生气自己被跟踪 还将他想得这么龌龊 这样的婚姻让他感到很压抑 直到试镜大受刺激突然晕过去 这才结束了夫妻间的争吵 第二天道贤来到照相馆 将昨天和志秀拍的照片重启出来 老板一眼就看出端倪 老板的话让道贤恍然大悟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对志秀的爱有多么强烈 而志秀努力克制的心又多么悲伤 于是他心里安安下定决心 不能让志秀再这样悲伤下去 可当他回到家时 试镜却突然像换了一个人 不仅为他准备了满满一桌好菜 随后更是换上性胆睡衣 点上烘托气氛的红色蜡烛 道贤进来后一下子扑进他怀里 可道贤却轻轻推开了他 现在有话要对他说 试镜意识到一定是因为志秀 他再次抱住道贤不敢看他的脸 试镜的身体不停地颤抖 他痛苦地质问道贤 难道连爱和怜悯都分不清楚吗 道贤也以为自己会爱上试镜 所以当初他绝望地离开韩国时 才答应和追来的试镜结婚 可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这一刻试镜快要疾风了 他终于为两年前犯下的错后悔了 没想到自己的报应来得这么快 第二天一起工作时 道贤的目光就没离开过志秀 可志秀似乎还顾忌着什么 原来前夫在明一直在纠缠他 为了女儿希望他能和自己复婚 这一幕刚好被道贤看见 可志秀竟然将他当作透明人 和在明一起从他身边措身而过 这让道贤的心情很是复杂 而他失落难过的样子 被一直跟踪的试镜看在眼里 看来他是真的爱上了志秀 晚上道贤提出一个人去书房睡 试镜看了看日期 明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可道贤依旧不为所动 这一下试镜彻底的慌了 如果再想不出办法挽留道贤 他们真的会走到离婚那步 于是第二天他找到在明 我 没想到一向逆来顺受的志秀 竟然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于是在明气愤的找到志秀 表示自己会治疗他内心的伤痛 不要再去勾引别人的老公了 这话让志秀气得不轻 拉扯中在明不小心将他推倒 摔碎的碗碟也划破了志秀的手 感觉到了他的冲天怒火 在明只好灰溜溜的先离开 志秀满腹委屈收拾着一地狼藉 这时道贤刚好打来电话 道贤敏锐的察觉出志秀的委屈 于是他立刻扔下手上的工作 向着志秀的家里狂奔而去 而这时试镜带着结婚纪念日礼物 准备过来给道贤一个惊喜 可他却看到道贤慌张的身影 于是赶紧开车追了上去 不知道此刻他有没有想到 自己曾带给志秀同样的痛恋 第二天他找到志秀 低下头向他求牢 试镜表示如果他现在道歉 志秀会原谅他两年前的错吗 可说着说着却情绪激动 试镜很快找到他的弱点 难道他忍心利用无辜的道歉吗 志秀短暂的失神后很快反应过来 表示他压根什么都没有做 他将试镜曾经伤害过自己的话 原松不动地还给了他 连自己丈夫的心都留不住 来找我有什么用 试镜终于体会到了那种感受 回想起当初志秀颤抖着手 苦苦向自己哀求的样子 原来这样的自卫真的不好受 回去后试镜一反常态 他说会遵守婚前与道歉的约定 不再强求他爱上自己 并且可以继续去爱那个姨志秀 只要不和自己离婚就可以 道歉没想到自尊心那么强的妻子 既然说出这样的话 然而这并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于是第二天他约试镜出来 世忠啊 我们还有几家 道歉说离婚不都是因为志秀 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 哪怕离婚后志秀不接受他 他也会守在志秀的身边 试镜没想到自己会输得这么惨 然而当道歉放下一切奔向志秀时 志秀却因为女儿的原因 不得已和前夫越走越近 看着丈夫一脸为难的表情 女人生气的同时又有些担忧 万一孩子也留不住他该怎么办 道歉昨天刚告诉志秀 他已经准备和试镜离婚了 可志秀却情绪激动地阻止他 志秀说他对婚姻如此轻率 又和抛弃他的前夫有什么区别 他的不理解让道歉很失落 以至于开车时心事重重 不小心和对面的车撞到一起 志秀收到同事的消息心乱如麻 他赶紧跑到医院 挨个床位焦急地寻找道歉 女同事指了指他的身后 这才看见道歉幸好并无大碍 而看到志秀如此关心自己 道歉觉得很高兴 志秀却因为紧绷的嫌突然松开 一时没站稳倒在地上 而当志秀准备离开医院时 道歉却突然向他表白 当他从身后一把抱住志秀时 志秀瞬间泪如雨下 他多想紧紧抓住道歉的手 可理智却告诉自己 这样的爱情过不了道德的审判 另一边的事情也绞尽脑汁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挽留道歉 就在这时他感到一阵恶心 好像瞬间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马上将志秀约了出来 态度非常强硬地告诉他 无论他怎么报复 哪怕是在他家里在他的床上 他也可以像自己以前那样 而他怎么也不会和道歉离婚的 可志秀却单单地告诉他 自己并没有想报复他 那东西 我爱你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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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准备了 所以我抱歉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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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突然的消息让道歉目瞪口袋 士秀让他和自己一起出国 这样不仅有利于他安心养胎 更可以帮助他忘记志秀 道歉瞬间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为什么与志秀在一起会这么难 第二天士静找到志秀 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他 一股充斥全身的无力感 志秀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可是怎么办呢 他只有在士静得意的眼神中 狼狈不堪地转身离开 而当他失魂落魄地回到电视台 也看到了魂不守舍的道歉 他现在一定比自己更难受吧 因为现在自己怀了宝宝 士静要求道歉每天接他上下班 他说今天去见了志秀 并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他 这让道歉瞬间火冒三丈 将士静送到家后 他转身就出去找志秀 道歉说他本想先整理好思绪 再将这件事告诉他的 志秀却打断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已经结束了 志秀 志秀觉得很多事他都能忍受 比如别人的眼光 比如女儿会受到打击 但他不能抢走一个孩子的爸爸 也不想接受扔下孩子的男人 晚上道歉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士静赶紧跑过来追问 和志秀的感情已经整理好了吗 见道歉还在犹豫 他便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 这样的妻子愈发让他觉得可怕 可士静才不在乎他怎么想 他只希望道歉快点带他离开韩国 志秀回去后哭了一整夜 这样的爱情进一步没资格 退一步却又舍不得 朋友将士静怀孕的事告诉在明 并表示志秀也已经知道了 这样更有利于他和志秀复婚 可在明却非常担心志秀 他不是个会轻易爱上别人的女人 于是在明来到志秀的屋外 看见他独自坐在那里黯然身上 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 老天爷为何如此不公平 一次又一次伤害这个善良的女人 终于整理好心情来到电视台 志秀告诉道歉自己决定辞职了 他们将这次见面当最后的分别 都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真诚地给对方送上祝福 得知道歉已经和志秀整理好 试镜的心里一阵窃喜 然而道歉接下来说的话 却瞬间让他目瞪口呆 他质问道歉等孩子生下来后 就和自己离婚回到志秀身边吗 道歉不想总将两人的问题 全部牵扯到志秀 离婚后他打算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可世秀又怎么会相信 直到这一刻道歉才知道 妻子就是破坏志秀家庭的女人 残酷的真相让道歉无法接受 他起身想去书房冷静一下 可世积依然不依不饶 志秀故意接近他是为了报复自己 他想起志秀多次欲言又止 他迫不及待想见到志秀 亲口问他是不是又在利用自己 而此时志秀在女儿的安排下 和前夫在明坐在一起 在明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钻戒 志秀不需要马上就答应他 自己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份心意 然而两人谈话的一幕 刚好被赶来的道歉看见 而志秀的沉默和桌上的戒指 道歉只好心碎地转身离开 在明走后志秀刚准备躺下休息 却突然接到志秀的电话 他终于为犯下的搓向志秀道歉 而那双不停颤抖的手 和志秀当年是一模一样 志秀拉起志秀并告诉他 自己已经与道歉说好不再联系 而且也辞掉了电视台的工作 可志秀却更加不懂了 为何道歉还要执意与自己离婚呢 志秀走后志秀也陷入迷茫 可他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道歉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当听见丈夫在睡梦中 居然念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 志秀瞬间瘫软在地 他已经用尽了所有办法 却依然无法挽留道歉 于是他亲手撕掉了怀孕检查弹 也撕掉了自己最后的希望 见他居然拿孩子来开玩笑 道歉实在无法忍受 冷静下来后志秀告诉他 自己因为太爱道歉了 才走火入魔想用孩子留住他 可道歉却说这不是真的爱 真正的爱情是希望对方幸福的 世敬说他现在知道了 从他对志秀的爱里明白了 你去找尹志秀吧 我不会再挽留你了 随后世敬最后一次去见志秀 将自己假怀孕的事告诉他 世敬并没有因为被打而生气 他请求志秀原谅自己 道歉是他第一次爱上的男人 虽然怀孕是假的 但对道歉的爱是真的 对志秀的歉意也是真的 他的转变让志秀于心不忍 虽然他对自己做了很过分的事 但自己并不该动手打他 世敬说这些都过去 他希望以后两人在路上遇到 能装作互不相识 上次在电梯里与志秀打招呼 现在终于明白他当时的心情了 很快志秀便约见了道歉 可道歉没想到的是 志秀居然决定和在明复婚 道歉说他与世敬已经结束了 如果再这样与志秀错过 他们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志秀说体会过被丈夫抛弃的痛 所以他知道世敬是什么感受 为了让道歉彻底的死心 志秀当着他的面上了前夫的车 道歉心疼的犹如被巨石压住 就连呼吸都成了奢望 一家三口来到海边游玩 孩子的开心一余眼表 可志秀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晚上更是一个人躲在外面流泪 在明其实一直在注意着他 他质问志秀明明那么爱道歉 为什么要让自己演知出血 另一边道歉站在世敬的病房外 也是心痛到泪流满面 世敬因为受到太大的打击 一时间没想通勁吃了安眠药 他没办法就这样不管他 很快世敬恢复了健康 他笑容满面地出现在道歉面前 看到世敬终于放下了执念 道歉很为他感到高兴 他们很快去办理了离婚 道歉离开时也衷心地祝福世敬 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他的人 最后他们用一个释怀的拥抱 给这段痛苦的爱情画上了句号 志秀终究没有选择在明 女儿也理解了他 妈妈总是看上去那么忧伤 不久后道歉也从电视台辞职 准备做一名自由摄影师 而在三年后的某一天 志秀无一看到了道歉的摄影展 可他却在展厅遇到了事件 他们像最后一次约定的那样 将对方当作一个陌生人 志秀从摄影展出来后 又来到当初和道歉相遇的海边 三年 전 오늘 아름다운 한 남자를 만났습니다 그리고 그를 두 번 떠나보냈습니다 然而就在他思念道歉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相机快门的声音 于是他一转头 他们便回到了相爱的刹那 很久没这么多了 其实我们再次行动 我非常挑战的声音 然后再次行动 那么一个个人 说到这个东西 说到这个调子 你还没 который 你会想要一声音